2月4日黃昏,一對男女在九龍塘金巴倫道一間時租別墅闢室自殺。 警方和消防員到場發現兩人驚異昏迷,他們互相擁抱,衣著整齊,被指手指綁著紅繩,似乎是舉行死亡婚禮。 香港奇岸實路,死亡婚禮,奇岸寧監製,閃坤林配音,劉啟發提供資料,唐寧改編。 藍漢,你又說回來有事跟我們商量,為何回來又不出聲? 喂,是不是在荃灣做的那間製衣廠倒閉了? 沒關係 那當然是被人炒魷魚了,是吧? 爸爸,別靠猜了,工廠倒閉了也好,被人炒了也好,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是吧? 我只是做製衣工人,又不是廠長,你又找不到工作嗎? 雖然是,不過如果被人炒魷魚,傳出去就不好聽了 是呀… 放心吧,有心出來做事,怎會被人炒魷魚這麼壞才行? 但是我看你滿懈心事,也不知道在做什麼 有事就跟父親說,不用整天一起吵聲嗎? 爸爸,我想結婚 喂…大安,我…不是聽錯,我…不…你們再說一遍… 我再說一遍了 我想結婚 阿德,那你也聽到,原來他想結婚 終於也有話了,男大當婚,女大當家 大安也不小了,也是時候了 你真是的 那是吧 你說結婚就結婚了嗎 好像賣豆腐那麼簡單 對了,你認識女生嗎? 都認識的 什麼?都認識的? 認識就認識,不認識就認識 不要無靈兩可 爸爸,當然認識女生才打算結婚 行了,你聽到了 不是以為兒子兇口說白話 好了,我又問你 那個女生知不知道我們 在牛頭角夏村的年中屋住嗎 知道 好,她知不知道你爸爸我 熬了幾十年都是賣豆腐過日 又知不知道你媽媽和人家倒垃圾 找兩餐吧 當然知道 可以 如果對方已經知道我們什麼家事 那她和大安無論如何都會有這麼多交情 是的 那又知不知道你一個月賺了七百元的工資 大家和那間廠工作怎麼會不知道 原來是工友 是的 當然 難怪 大家是工友 日久生情是自然的事 大安 怎麼猜不到你這麼聰明 自己知頭知路不用媽媽操心 你認識女生多久 已經幾個月了 什麼 幾個月這麼快就打算結婚 但是我們感情發展得很快 是的 是呀 有運走的 走到個姻緣運 那就打風也打不掉了 你沒事 一味就只顧著喝森寶茶最厲害了 我看你喝森寶茶 慣了流口水 難道你不想這個兒子成家立室 他現在說要結婚 嘴巴說就行了嗎 不用錢嗎 哎呀 怎麼都有人做 要怎麼這麼擔心 知道自己沒錢 那就隨隨隨便不要這麼鋪張 是呀 人家肯過你才算 真是 他知道我們的家底 那就分明不嫌大安窮了 好了 大安 是 那他家裡有什麼人 有個媽媽跟人做終點 可以 大家都是受人易婚死 竹門對竹門 木門對木門 你不嫌我羅桑 我不嫌你米碎就行了 你不用想那麼多 你沒見過那個女孩子 真是 現在你娶媳婦 又不是你娶老婆 他們大家喜歡就什麼都行 那我也要見那個女孩子才行 是嗎 爸爸 如果你答應給我和小芬結婚 我一定帶她回來見你 要我答應 你就首先要帶她回來見我們 那也對 大安 那個女孩子究竟是什麼人 你這麼沒記性 他剛剛說過是公友 他認識你之前 有沒有跟人走過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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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兒子和女兒 那他今年有多大? 二十歲 二十歲已經有兒子和女兒了? 兒子三歲 女兒只是幾個月大 哦… 怪不得知你總是咦咳咳咳 原來你認識我一個這樣的人 你也算會想 一進門就變成買一隻送兒 省水省力 不用自己那麼辛苦 哎呀 別說這些話 她的兒女有爺和奶奶照顧的 不會跟著我們的 那她沒有老公嗎? 有 哎呀 大安 你這麼大的人都沒有老的 明知人家有老公有子女 你也忍不住他 我認識他那時候 不知道那麼多事情 得到大家都有了感情 我覺得 跟他真是誰都不可以沒有了誰 哎呀 這樣就該會了 哎呀 人家那個老公不放過你 那你又不用怕 她們當初都沒有辦手續 都不是正式結婚的 哦 拉三美入門那些 哎呀 怎麼她老公不知水浸眼眉 她在坐牢 當然是不知道 哦 有什麼事坐牢的 媽媽 這些是別人的事 你不要查根問題 哎呀 又不是這麼說 難道一等良民都會被人拉去坐牢嗎 哎呀 凡是要坐牢都不方是好人啦 讓她放牢出來 知道被人搶了老婆 她怎麼肯放過你啊 都說她們不是正式夫妻了 是不是也好 人家子女都有了 怎麼肯眼白白地送老婆給你呢 哎呀 大安 香港又不是除了她 又沒有第二個女孩 你恨娶老婆就找個第二個啦 窮家女都不要緊 我們都是窮人 但是一定要清清白白 千萬不要有手尾筋才行 但是我跟她真心相愛的 來來來來 最討厭的 就是用這句來做擋箭牌的了 明明這樣做是錯的嘛 還死雞撐飯蓋的 你真是 爸爸 我現在沒有她不行的 你以為爸爸 只會賣豆腐了 啊 紅顏窩水啊 多少英雄好漢啊 為了女人 搞到生命都沒有 那你又知道嗎 不是啊 你講得這麼牙煙吧 假的嗎 我也知道你們一定不會諒解的了 找到這樣的事回來 怎麼都沒得談的了 那好吧 既然你們不贊成 我以後都不再提這件事了 是啊 貼上心水找個第二個吧 小芬啊 那個男孩也是車衣的嗎 不是啊 他是包裝布的 哦 手掌眼見功夫 所有人都懂得做 他份工資 都不高得去哪裏 那倒是啊 如果結婚了 大家都有事做 才搞得好 那你認識他多久啊 CK有幾個月了 因為大家都是同事嘛 不過 最近才有了感情 媽 他個人好好的 對我也不知道多關心 哎 怎麼好都沒用了 難道真的有情飲飽嗎 你已經錯過一次了 如果再錯第二次那怎麼辦 那次又怎麼同呢 我小時候嘛 什麼都不懂 這次不會夢茶茶的了 我已經看清楚大安的人了 我想他可以靠 那他知道你的事嗎 那當然知道了 難道這些事可以瞞著他嗎 哎 明知你這樣 他還要把我放在一起 媽 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啊 什麼 他不覺得這樣做 是拆散別人的家庭的嗎 怎麼會呢 我和阿凱根本沒有感情的 妻女也有了 那又怎麼樣 我和她又沒辦過結婚手續 合則留不合則去 隨時都可以和她分開的 哦 那對妻女怎麼樣 那就是給她父母照 一向都是這樣的 要不然我又怎麼可以去工廠上班 將來阿凱知道 一定不肯就這樣算 那他想怎樣 難道我跟著他又有好日子過嗎 好遲的 我不是一樣要出來打工才找到兩餐 哎 說話是這樣說 但是他不跟你這樣想法 媽 為什麼你一定要為人著想 麻煩你也為我著想一下 好不好 我今年二十歲 我還要過幾十年 那我也要為自己的幸福打算 是不是 難道我沒有權利喜歡一個人嗎 哎 女大女世界 既然你這樣說 我又沒話好說 對了 那你現在打算怎麼做 他說他父母那裡沒有地方 勉強住在一起不方便 那我們就是打算在外面租房間住 開銷很大的 大家都有份工 兩餐點都不休的 是你自己心甘情願的 萬一將來有什麼差錯 你不要怨人 是啊 小芬 嗯 你為什麼好像不太開心 不是啊 沒事啊 小芬 你是不是因為這半年來 我們的生活都很艱難 所以你… 大安啊 你什麼時候學得別人這麼大疑心 我們只是窮一點 但是清茶淡飯的日子不一樣 我怎麼會為這些事不開心啊 但是我從來都沒見過你這樣皺起眉頭 什麼話都不肯說 喂 如果你有什麼困難 就算我幫不了你 但是你怎麼都應該告訴我 我可以跟你分擔多少啊 唉 你也沒辦法了 啊 既然幫不了我 那又何必要你擔心啊 你這樣說就不對了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不管什麼事都好 我們應該要齊心合力應付 你沒理由這樣都放在心裡不跟我說的 怎樣 他已經放了出來 蛤 我說楊凱已經放了牢了 我知道 他什麼時候放出來 出來了也有個多月了 說他到處找我 那他知不知道你在那間廠做嗎 不知道 那也好一點 不知道就行了 就算有心去找也不容易找到 他不知道 有人知道的嘛 他認識很多人的 我們住在這裡 說不定也有人知道 我只常承認他 終於有一天找上門了 難怪近來你好像滿懷心事一樣 小芬 既然你這麼擔心 不如我們搬吧 不要住在這裡 搬?搬去哪裡 找個地方 或者搬去葵涌 我們在這裡已經住了半年了 說不定真的會有熟人知道 如果搬去新地方 起碼可以減少心理威脅 搬一搬又不見一筆錢 那也沒有法子 那就不用受心理威脅 大安 你先回家吧 我去買菜 不用 一起吧 你說很累 那你就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不要緊的 你也不聽別人說 小芬 我也等你很久了 現在下班 你… 我特地來接你下班 我們回家吧 你不要碰我… 你不要碰我… 拉手拉腳不太好看 你是誰 我是她老公 你不知道嗎 你是誰 你就是楊海 哈哈 又想不到我的名字 知名度那麼高 你也知道我是利小芬的老公嗎 那你又是誰 我…我是她男朋友 哦… 就是搶了老婆的吳大安就是你 喂… 你不要亂說 我和小芬是真心相愛的 你省一點 阿海 為什麼你會來這裡 我問了多餘 已經告訴你 我來接你回家 我不會跟你回去的 喂… 我很辛苦才能找到你 就算你真狠心拋家氣子 不要老公 但我也不會眼白白看著你被人搶走 那你想怎樣 這句說話是我說的 我和你根本沒有扮過結婚手續 我喜歡怎樣做是我的自由 哈哈… 那就要談好她才行 好了… 無謂在街上吵 我們找個地方談談 有什麼好談才行 小芬 既然她找到你 如果不三口六面說清楚 她怎麼也不會就這樣算 哈… 你也是懂事的 小芬 你知不知道我多辛苦才找到你 如果你以為不肯跟我回去就算了 那就太小看了我了 好吧… 我看你想怎樣 總之無論如何 我都不會跟你回去 什麼? 每個月要付一千元? 不用怕到眼瞪瞪 我又不會要你一輩子這樣付 這千元就是奶粉錢 到我女兒懂得走 懂得走的時候 你就可以節省了 我一個月的薪金也沒有那麼多 去哪裡找一千元給你 那你自己想過 不是那麼容易唱人老婆嗎? 阿海 你別想錯我心 我認識你的時候 只是十五歲 我什麼都不認識 現在我才知道什麼叫愛情 是誰都不可以阻止我們結合的 你答應我的條件 我就將它讓給你 你這樣做分明所勒索 別說我們現在沒有錢 就算有我也不會給你 除非你要命 命是有兩條 哦 那就是說大阿嵐也搞不完 想在我們身上撈點油水 你別用意 尼小芬 你儘管看著你 喂 叫吳大安聽電話 哦 他很少回來我家 你是誰找他 你是他誰 我是他媽 哈 你都算好家教 哈 知不知道你這個臭小子 勾引有夫之婦 疏擺我的老婆 隔大師徒 害到我現在咸咚都沒有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啊 你告訴他 就算他避得一時 不避得一輩子 總不信他永遠都不抱頭 如果他聰明 就照我條件去做 過水給我 那我就可以養老婆給他 哦 如果不是呢 你隨時準備找人給他收屍 呃 呃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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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啊 喂 這次不得了 小婚以前那個男人 居然知道我們的電話 他要大安付錢 如果不付 就要取他的命 靠客人 是嗎 是呀 那些人 說得出做得到的 大安說他打劫金譜都夠膽了 還有什麼不敢做的 那都沒有法子的了 唉 大安又是 如果當初肯聽我勸 那怎麼都不會惹我上身 唉呀 你真是呀 不做都做了出來 還說這些話做什麼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顧著他的安全 好了好了好了 如果他有電話回來的 那你就提醒他小心點 除此之外 你說有什麼辦法 唉 如果不是走差一步 就不用搞到現在這麼擔心了 喂 小婚 你真的打算一起辭一份工嗎 雲姐 我們都是迫於無奈才這麼做 現在只要離開我家 隨時都會受到威脅 慢慢搞出人命的一次 如果是你 你也不敢上班了 是嗎 嗯 大家做了這麼久的工友才說 你這樣做也不是辦法的 打工仔 手停就口停的了 不上班就沒有入息了 那靠什麼生活 我也知道 不過 現在怎麼都要避一避風頭 唯有見一步走一步 其實你和那個楊海 不過是住的 又不是正式結婚的 合則留不合則去 他有什麼理由勒索你的 如果他懂得說理由 就不要這樣做 他不肯就這樣罷手 你也不肯給他勒索 這樣拖下去不是路的 一定要想辦法徹底解決才行 我和大安一直都在想 我和大安一直都在想 都希望想到妥善的方法 其實 你和大安可以結婚 有了正式的夫妻關係 但是 那楊海看到你們已經米爾城催落 他會想起自己也是第三者 那說不定 他不敢再糾纏你們 另一個我不知道 他這份人有什麼不敢做 而且 大安認為如果我們正式結婚 也不是完全沒有顧忌 因為我和楊海還有一對子女 一天不解決 始終也有首尾 那 除非你答應楊海的要求 每個月都給他一千元 別說我沒有錢 就算有 這也不是最好的辦法 唉 這些事情 自閉著想幫你也幫不了 我知道 不過你肯聽我數下苦 讓我抒發一下悶氣 我已經很感謝你了 別這麼說 我阻礙你一整晚 我也不好意思 我還是要走 那好吧 是啊 不知道 你方便不方便借五十元給我 五十是嗎 有 我有 五十元夠不夠 夠了夠了 那你等一會我拿給你 謝謝 雪芬 坐一下好嗎 好 怎麼樣 想不通嗎 是不是除此之外 再沒有辦法 我說了這麼多辦法 你都說行不通 這個是唯一的辦法 你已經想清楚 真的可以扔下嗎 事到如今 也不理得這麼多 正所謂生不同金 死能同悅 只有這樣 我們才可以永遠在一起 我不是勉強你 這些事是不可以勉強的 我知道 或者你都說得對 這個真是唯一的辦法 所以知道人生沒有嚴重 就算死省死底 拿到一千人出來也沒用 他可以要一千 也可以加到二千 這樣做 只能提心吊膽永無另一 那就是說 你也贊成我所說的辦法 除此之外 還有什麼辦法也想 兩位租房 是啊 有沒有房 有有有 你們來得真是著實 過了半夜一點就假休待 遲租還是過夜 過夜 過夜 四十二元 現在付錢 最好 我付 誰付也是一樣的 阿香 我們的規矩就是 明天下午三點鐘交房 如果到時候還沒扯 就要多交一天房租 行行行 我看你們也知道規矩 不過照來說聲 這裡五十元 行行行 我還給你 喂 找誰啊 喂 雲姐 我是小芬 哦 你睡了嗎 不要緊 小芬 什麼事啊 這麼晚的 不好意思 我想跟你說聲 我們的事 已經想到一個很妥善的辦法去解決了 我想你一定等我們很開心 你是說 你和吳大安的事 嗯 也一起解決 哦 這樣就好 不過 我要說聲 你看 借你的五十元 我怕沒辦法還給你了 別這麼傻 幾十元而已 哪用不去 千萬不要放開心恕 喂 喂 小芬 喂 喂 你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有沒有搞錯啊 時間還不見人 要收拾房 是嗎 真是空氣 喂 黃叔 二零五那兩個客人扯了沒有 我剛才說 明明時間還不見人 是不是繼續租的 就算繼續租也要過水才行 那就打個電話進去問清楚 不停在這裡等有什麼用 有些客人不喜歡別人騷擾 公事公辦 那算是騷擾嗎 這樣 打吧 好吧好吧 儘管問一下 問一下 真是麻煩 你現在還要不要房 喂 我去管房 你現在去交租了 快要繼續租了 那你繼續租了 喂 喂 喂 我問你還要不要房 要就麻煩你出來交租 扯的時候才說 這樣就好了,記得了,就這樣說 不問都不出聲,真是大牌 七嬸,繼續租 那就行了,不用現在去執房 夠聰夠勁的年輕人都懂得吃京都 念慈甘村貝琵琶糕來潤滑下 做父母的當然要關心愛護你的兒女 如果你發覺到子女近來的舉動和平時不同 你就要主動去幫助他們 因為他們可能會受到三學會分子的恐嚇 或者滋擾 對付三學會分子的最好方法 就是向警方舉報 請立刻撥返黑熱線 電話527-7887 喂,阿湘啊,是不是睡了啊? 喂,麻煩你開開門啊 喂,七嬸啊,真是沒人應啊 喂,怎麼會這樣啊? 喂,裡面有沒有人啊? 沒有聲氣啊 是啊 傻叔,給我一個鎖匙 我試試開不開得到 好,來 這條是 這條啊 喂,真的在裡面摔住啊 我都說的呢 就是摔住才開不了啊 你是打過電話進去 是都沒人應的啊 當然啦 第一次打進去的時候 那個男人說繼續租 當時你也在說 是啊,我聽到 是啊,一直等到七點幾 你還不見有人出來 沒理由啊 就算不扯啊 都要按十個圖啊 是啊 他們進房之後 什麼都沒叫過 啊,我越想越覺得事有可疑 再打個電話進去吧 啊,居然不接我電話 離開門了,又開不了 喂,喂,財叔啊 不是啦,不用怎麼想啦 一定是出了事啊 啊 啊,這輪朝劉興開房自殺啊 喂,喂,七嬸 你不要嚇我啊 我也怕啊,嚇你 快點打電話報警吧,快點 哎呀,又是呀 無端百事搞得這麼的事 啊,也許他不少了 你快點說吧 嘿,好了,柳Sir 謝謝弟弟 阿冰,阿王 好,你們跟我進房 是,Sir 柳Sir,你看 究竟睡覺膠幾乎昏迷了呢 嗯,不敢吐住的 很容易睡在床上 那些枕頭屁鋪都掉落地了 阿冰,我去看看 好啊 柳Sir 你看這個是什麼意思 兩個都衣著整齊 對,那個男人左手的宗旨 和那個女人的右手宗旨 都用紅繩幫得緊緊緊緊 嗯,很大股脊子 嗯,他都化學藥水味道 真是複毒自殺 柳Sir,那個女的應該死了 你看,皮膚都變色了 那個男的似乎還沒斷氣 阿冰,需要叫個雙車? 是,Sir 柳Sir,旁邊有兩個空瓶 相信是化學藥水 還有很多封信 用膠袋裝回警署,知道 究竟怎麼樣? 你告訴我好不好? 一回來就這樣哭 你究竟有沒有見到大汗? 說吧 他們哪裡肯讓我見得的? 困了他們在肌樓病房 外面有七人守住的 哦 那大汗就是沒有危險了 跟他洗衛嘛 哦 那個女的救不了嗎? 就是這樣才能盡 我聽人說 現在這樣的情形 可能會告大汗謀殺的 不是吧 他也想死 不過死不去 那怎麼算謀殺的? 我怎麼知道這麼多 說規矩是這樣的 那個傻子 不知道多刺心 說他一醒來之後 知道那個女的救不了 就馬上撞頭埋牆 又想死過 啊 那…那…那怎麼樣? 為了那個女的 情願連命都不要 想也不想想有父母在堂 說 阿德 你說是不是心得淡啊? 唉…這件事 到底會不會有內情呢? 說兩個都是甘心情願的 寫定遺書 叫我們將他們裝在一起 舉行死亡婚禮 嗯… 唉… 或者被人逼得走投無路 才是出此下策的 唉… 那誰跟他吵你後事啊? 大安被他搞到幾乎連命都沒有了 你用不著為他操心得 唉… 唉… 都是個情節女士 唉… 阿李太 你看過你女的遺書 她原本希望你和吳大安的父母商量 為他們舉行死亡婚禮 坐在一起 但是吳大安就僥倖救得回 那你有沒有打算 怎樣處理李小芬的後事? 我沒想過 沒想? 實不相瞞 當日 我一聽到她說 要和姓吳的在一起 我已經心都緊了 自己明明有老公有子女 不是話聲喜歡別人 就什麼都不管了 但是 她已經不是小女的了 我也沒辦法管她 這次搞出這麼不幸的事 我也不會插手 我早就心潰意難 她是出嫁裡 有老公 這些事應該由她的老公去管 那就是說 無論如何處理李小芬的後事 都不用徵求你的意見了 由得她的老公拿主意 那好吧 由海 根據李小芬的遺書 說她之所以這樣做 是受到重大的威脅 根據這種跡象 李小芬和吳大安之所以出此下策 顯然是和你有關的 那你什麼話可說? 阿Sir 現在死無對證 她說什麼都行 小芬和我同居了五年 兒女都有了 她之所以拋虎棄子離家出走 其實是受人引誘的 她受誰引誘? 我不知道 因為她一直不肯說 我曾經要求她回來我身邊 她說拿不出五千元分手費 所以不敢離開那個男人 你的意思是她被人勒索? 可以這麼說 她之所以不肯回來 顯然是為了我著想 因為她不想我被人勒索 事實上我在今年一月 也曾經接過那個男人的電話 她聲明說如果我不交出五千元 就不會放過阿芬 但是她沒有說出交錢的日期和地點 我接到電話之後 也曾經向警方報案 但是一直沒有進一步的消息 直至二月四日 我接到警方的通知 才知道出事了 黎小芬的遺書 就說丈夫對她毫無溫情 死了也不想我丈夫為她辦理後事 那你怎麼解釋? 哦 既然她和另一個男人一起死 她寫那封遺書的時候 有誰知道她是否被迫 是這麼寫的? 嗯 哦 那你願不願意跟她辦理後事? 嗯 她做出這麼對我不住的事 我本來想不理 但是體在對子女份上 怎樣怎樣 那就行了 媽媽 啊 大安 大安 你回來就好了 沒事吧 警方以人道立場為理由放我回來 他們說不告我了 哎呀 那就謝天謝地了 快點進來休息一下 哎呀 我接著去買一棵有業 回來煲水給你洗澡 洗個涼洗個衣服 哎呀 今晚要劏雞還神才行 死亡婚禮 盧念國 鍾志光 前輩興 何文光 葉佳 朱雪梅 莫沛文 恩錦華 陳慕賢 翠碧 歐陽得分 劉傑明 李錦聯合播出 下次節目時間播出另一個新故事 李錦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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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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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